歡迎收看每日的焦點新聞 外交部副部長羅育成接受中國國際電視台專訪談到中美關係等議題 在中美貿易方面,羅育成說兩國的經貿關係是連根帶骨 任何打擊都會雙根動骨 希望美國通過政商共同努力將經貿合作成為打破中美關係僵局的破冰船 提到台灣問題,羅育成說一個中國原則是中美建交與關係的基石 但美國有些人違背一宗承諾,不斷打台灣牌和普辛玩火一樣危險 又說台灣不應該被人當牌打,而台灣方面也不甘願被人當牌打 美國有些人打台灣牌自為是拿到王牌,到頭來只會淪為廢牌和棄牌 重申任何以台制華、阻撓統一和中國復興的企圖都會失敗 任何人不應該低估中國人民捍衛主權和領土完整的決心、意志和能力 講到兩岸的關係,不如一起和巴斯迪布總編輯你和談談 你和近期兩岸的關係緊張,台灣政客拋出越來越多的挑釁性言論 國台辦的禮行記者會有一句KO了他們,引起了網上熱話 你好阿傑,近期兩岸關係的確有緊張的趨勢 蔡英文的雙十演說中提到中華民國和中華民共和國互不隸屬 台灣陸軍司令被爆出訪問美國 而東芯新媒體ETtoday近日刊登了立法院院長 由石坤9月底接受專訪時說到在中美貿易戰使中美關係走下坡 同時台美關係在升溫趨勢下 美國逐漸將台灣視為實質國家對待 它研判自2018年至2028年十年內 可以達成台美建交的目標 這樣一來,美國才會在聯合國支持台灣 報導引述由石坤說近年台美關係越來越好 可以追溯到2016年特朗普和蔡英文的通話 蔡英文致電時任美國總統當選人特朗普 祝賀他當選總統 2017年特朗普就頒布任內第一份國家安全戰略報告 將中國列為美國的主要競爭者 成為了美中關係走下坡的分水嶺 國台辦今天下午舉行禮行新聞發佈會 發言人馬曉光就住兩岸近期的熱點話題 回應了記者的提問 其中最受關注的就是回應 游石坤有關 《2028年前可以達成台美建交目標》這番言論 有記者就問到游石坤的言論 並且引起倒落一些網友諷刺他 他在做白日夢欺騙人民國台辦有什麼評論 馬曉光的回應是很短的 他說這個真是白日夢 他把這個夢帶入棺材裡也實現不到 雖然短短是一句的回應 但隨即是在網上熱傳的 馬曉光也再次批評到 蔡英文的雙十講話 指這篇講話就是 是鼓吹台獨、煽動對立 割裂歷史、扭曲事實 以所謂的共識團結為仿指 和綁架台灣民意、歐連外部勢力 馬曉光有強調 1949年以來 儘管海峽兩岸還未完全統一 但大陸和台灣同屬一個中國的事實 從來未改變也不可能改變 中國主權和領土從來未分割 也決不允許分割 兩岸同屬一個中國 兩岸關係絕對不是國與國的關係 所謂互不低屬 是赤裸裸的販賣兩國論 無論企圖如何包裝台獨分裂主張 都不能掩飾分裂國家的邪惡用心 由此更說明了 是台灣當局的謀毒挑釁 造成當前兩岸關係緊張動盪 威脅到台海地區和平穩定 北京打擊壓制台獨完全有必要的正義之舉 另外至於外界擔心到接下來 大陸方面是否會採取實際的軍事行動 壓制民進黨當局的台獨舉動 馬曉江回應說 最近一段時間以來 國台辦和相關部門的表態 以及有關行動 都表明了北京的嚴正立場態度 發出了清晰的信號 北京絕對不會容許任何台獨行徑 也絕對不會允許台灣從中國分裂出去 任何人都不要低估中國捍衛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的堅強決心 以及堅強意志和強大能力 他又說 唐約民進黨當局執迷不悟 不知道懸崖勒馬 只會將台灣推向更危險的境地 馬曉江又提到 台獨只會為台灣同胞帶來災難 解放軍在十一開始一年幾日 飛入台灣西南空域的掩煉活動 是為了捍衛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所採取的必要行動 針對的是台獨分裂活動和外部勢力的干涉 目的就是從根本上 維護中華民族整體利益和兩岸同胞的切身利益 看來在美國的極限施壓之下 台灣方面也是跳到很高去挑釁北京底線的情況之下 兩岸關係可能會越來越緊張 阿傑 謝謝李彤 回來看看國際新聞 美國債務違約危機暫時解除 美國眾議院以219票對206票通過提高債務上限 到10月3日的協議將會遞交總統拜登簽署生效 雖然有關法案早前議獲參議院通過 但參議院共和黨的領袖麥康奈爾已經表明 不會再提高上限 意味著美國債務違約的風險仍未完全解除 彭博引述知情人士報導 由於全球的晶片短缺 蘋果公司說它會大幅削減 今年iPhone 13的產量目標 多達1000萬部 蘋果原本計劃在今年的第四季 生產9000萬部新款系列手機 報導說蘋果高數代工廠商由於包括設備供應商博通 和德州儀器在內的晶片供應商難以提供足夠的零件 因此將會減少手機的產量 如果產量受到晶片短缺的影響 可能會打擊公司年底的旺季銷售 熱帶氣旋原規集港 醫院管理局表示直到下午2時45分 16名市民包括九男七女 在公立醫院急診室接受診治其中一名男子死亡 截至今日下午2時 政府123電話中心收到58宗塔樹報告 另外渠武處確認9宗水浸個案 港大日前去信支聯會要求在今天的下午5點前移走校園內紀念六四事件 由學生會和支聯會管理的國商支柱 支聯會在限期前回信說國商支柱的擁有人是創作者高志活 認為港大應該接合高志活的代表律師較為適合 標數的創作人高志活發聲明說已經成功在香港聘用律師 又已經發信給港大要求召開聆訊 他又說希望他的擁有權可以被尊重 希望可以將雕塑運來香港 並且強調如果在過程中有任何損壞 校方有責任作出賠償 聖聖說警方已經沒有向台灣殺人犯疑犯 陳同佳提供安全屋居住 陳同佳受到警方全天候保護已經超過20個月 安排不可能長時間持續 已經去到今年的6月到7月期間 陳同佳獲到警方安排離開安全屋 遷往遠離市區的地方居住 起初警方仍然提供24小時的貼身保護 但人手明顯罪行減少 之後見安排一起順利 警方結束了保護行動 政府向立法會提交文件 表示當局證檢視和更新公務員招聘的 《基本法》測試考核內容 預告會將《港區國安法》納入考核範圍 預計新的考核內容可以在明年年中的 《基本法》和《港區國安法》測試使用 公務員事務局表示 更新後的測試 將會進一步鼓勵 有致加入公務員團隊的人士 積極學習和深化對《基本法》和《港區國安法》的認識 今天的朝點新聞到此結束 希望大家繼續支持我們 多謝